他们为何会存在 鬼魂之说是人类自己 因为心生恐惧 创化了一种现象 但是你相信有就真的有 重点是这些亡魂的存在 存在的原理来自于什么 我们讲过一个观念 亡魂的存在是来自于 他的想法跟执着 对人世间的执着 对人世间的想法的一种存在 所以说他们的存在 就是一个想法而已 而这个想法在物理科学的角度来看 因为一念的想法 也可以聚集所谓的次元子结构 也就是说这一念的想法跟执着 同样可以聚集很多的 夸克的这种次元子的结构 那么这些存在呢 你用仪器一样可以测得出来 所以你用物理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也确实某一种存在 但是它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而已 但是人类因为把它定义成鬼魂 所以说用一些很负面的观念来解读他们 我认为对这些无形存在 也是不够了解跟尊重 每个人都有与亡魂和外灵沟通的能力吗 这是不是叫通灵 每一个人透过深层沟通都可以跟你 往生的亲人的亡灵来做沟通 那当然如果有被外灵互生的话 也可以达到沟通的目的 那其实沟通我们讲过 沟通这些外灵或亡灵来讲 只是沟通它的想法 所以基本上被作的个案本身并不是通灵者 当然沟通师也不是通灵者 所以说它不属于通灵 但是你要说它是通灵也对 因为确实是跟亡灵来沟通 但只是不是所谓的一般通灵的定义 跟印象而已 到底有没有地狱天堂的存在 为事里面有讲到一句话 就是说万法为事 那么也就是这个宇宙万事万物 都是我们心事所起 那么如果你的心现在是苦恼的 是痛苦的 是悲伤的 那么你现在就在地狱里面 如果你的心现在是解脱自在的 没有烦恼的 而且一切光明自在的话 那你就在天堂里面了 所以说天堂跟地狱的差别 在你的心念里面 所以并不是在外在的一个空间 有所谓的地狱或者天堂的概念存在 而都是取决你心事串化的一个现象而已 什么叫做发露颤 什么人需要忏悔 发露颤这个名字是来自于佛学的一个名字 都不是达到真正的面对 因为某个层面而言 你并没有真实的面对 那发露颤的意思是什么 也就是说要你如此的面对你所做的行为 这个是源自于在2500多年前佛陀那个时代 曾经有弟子问佛陀说 世尊如果我过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行为 我换下了一些不当的过失 请问我该如何消除这样的罪业 当时佛陀回答他说很简单 你必须找一个具正之鉴的人 一个善知识者 在他面前揭露出讲出来 表露出你所做的行为内容 而且要很精确的表露出来 而这样的一个串尾方法 当时称为发露颤 也就是揭露出我过去的行为内容 而且面对一个人去讲出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真实的面对 也是忏悔的最佳方法 那么自己为什么需要忏悔 因为我们过去所作所为 如果没有去面对的话 那些内容就会长存在我们的心里 而且不思不坏 所以过去做了什么 其实不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是当下的我们 能不能去面对过去所做的 如果不能面对的话 那过去所做的行为 就如隐随形地一直跟着你 而且跟着你生生世世 如果你能够面对的话 当下化解 当下解脱 那些就不再存在 这是忏悔的真实目的 什么叫做业障 业障与我有何影响 又每个人都有业障吗 所谓的业障就是 过去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行为 会让自己的心灵形成一种负担跟挂碍 而这样的话会让我们自己 没办法面对别人 那当然更没办法面对自己 因为我们会没办法面对自己 过去所作所为 而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往 然后把过往的事件 来搬来阻挡我往前迈进的一个障碍点 那么这叫做业障 所以业障并不是说 宗教的观念说 由一个主宰者来决定你有多少的业障 而是我们过去所作所为 来障碍我们自己的一些障碍而已 所以这叫做业障 而且我们讲过 业是一种作用力的影响 所以这个影响存在 我们的生活就会怎么样 每况愈下 因为我们没办法面对我们的生活 没办法面对自己 所以我们的生活就会状况摆出 而让自己无法面对 所以到底人 什么人 有什么样的业障 其实每个人的业障不同 其实每一个人 过去过往的时间里面 或多或少 都有做了一些不该做的行为 会让自己心灵产生负担 有附和的现象 所以几乎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业障 但是多少的问题而已 因为如果没有 完全没有业障的人 那这个人也成活了 宗教中的各式忏悔仪式 真的能够消除业障吗 业障要消除真正的方式 是用忏悔 而忏悔的真实目的是面对 跟揭露发露出来 所以说并不是说要透过某一种仪式 因为宗教里面有很多的仪式 来处理这种问题 尤其最常见的是用咒颤 也就是说我持咒来消业 那么我认为持咒消业的概念 会有一点偏 为什么 譬如我现在杀死一只动物 我帮它念往生咒 那么我会以为是 因为我念了往生咒的力量 来消除这个罪业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面对我自己所做的行为 而这个行为我做了什么 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我能够面对而忏悔 并且保证往后永不再患 这样才是真实的忏悔 跟真实的意义 所以很多宗教的仪式 本意上并不是如此 但是却被人们误用了这样的概念 而因为误用的结果 会让我们导致我们 对很多宗教仪式是用来赎罪 或用来掩盖我们的罪行的一个目的 这样的话就失去忏悔的意义了 我因为种种的问题不顺 而求助于法术 命理 风水或通灵 有效果吗 我们必须说我们个人的问题 我们都习惯性地往外去求 那么求通灵 求神通 求这个法术或者命理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其实一旦你往外求的时候 你已经丧失了自我内观的一个机缘 那么你就说呢 真正问题的来源 都是来自你内在的自己 所以我们认为说 唯有往内观 往内自己还行 去检视自己内心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真正解决你的问题所在 而一般的外求会让人迷思 尤其借助于一般的所谓的通灵 或者神通 或者是所谓的占卜算命 不是说他们这样的方法不好 而是会造成依赖 造成自己没办法觉醒 所以说往外求 心外求法 皆是非法 唯有往内观 才是真正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的深层过程目的就是 引导你内观而已 所以我们不会给你任何的通灵 或任何的 所谓的算命 或任何的建议 因为我们的引导方式是 引导任何一个人 好好的往内看而已 唯有面对自己 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我的前世 对 Andrew 对 对 感谢观看